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智库 北京两会选国家领导人 新闻都会提到进行等额选举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等额选举指的是候选人数目 和英选席位数目相同的选举 例如有一个位就得一个人参选 两个位就有两个人选 至于候选人多过英选席位的 就叫做差额选举 观众可能会觉得奇怪 等额选举应该是赢硬的 为什么还要选呢 因为就算只有一个候选人 都要在形式上取得人民授权 所以等额选举也不是不用选的 当年董建华竞选年任行政长官没有对手 只是有他一个候选人 不用投票就自动当选 曾经被人救病是没有选举过程的选举 于是在07年就改了 就算只有一位行政长官候选人 选位都要投支持或者不支持票 候选人要得到超过一半的支持票 才可以当选 而答不到的话就要重选 西方民主国家很少会有等额选举这回事 不过在一些专制国家就会出现 好像伊拉克2002年的总统选举 只有萨达姆一个参选 但民众依然要投赞成或者反对票 结果萨达姆以100%的赞成票高票当选 至于北韩也是采用等额选举 在2009年的国会选举 686个选区全部都只有一个人参选 官方结果显示 投票率达到99% 而且每个候选人都是以100%的得票当选 而当中当然是包括了领导人金正日 至于在内地 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产生方法 最高领导人 好像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 一向都是等额选举 只有一个候选人 而人大常委就在1979年引入了差额选举 参选人多过英选席位 人大代表投票的时候 可以表示赞成、弃权或者反对 不过在选票上 候选人名隔离只有弃权和反对两个框框 如果是赞成的话 是不用写任何东西 有分析就说 这个做法 即是人大代表只要动笔写东西 其他人就会知道它是投弃权或者反对 外界一般都认为 打压选举没有竞争 其实不是民主的选举 至于内地的说法就说 得一个人参选 是民主协商的成果 加上候选人都是在得到很高的赞成票才当选 证明整个制度是民主的 今集的新闻致富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